除了刚才Nissar XTRO将有国产版之外 刚才我们讲到Hara CR-V要大改款 还有用的的Tosan L也推出了 全新动力Hybrid的车型 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国产中型SUV 百万集聚当中的战国时代 接下来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局面 其实以前我们讲国产的百万SUV 或者是说百万集聚的中型SUV 就是不拖Raffle CR-V跟KUGA这三个车型 但是你如果硬要把进口拿掉的话 剩下的是CR-V跟KUGA 那让KUGA现在面临的是 它的产品的更迭的时间点又到了 所以说它马上要推 其实它马上要推出新车型 但是冠宜你刚才这个问题就特别有趣 因为以前我们就讲说不拖三车型 但是现在你看看洋洋洒洒洒 哇 撈了一大片 MG的HS一直以来都是以一个黑马的孜孜 棒一下子就冲上了这个 所谓的百万集聚的SUV 中型SUV这个竞争 销售榜单力 对 销售榜单 当然也是冲进了这个竞争的行列 但是说你可以放眼一看 它是不是属于最有竞争力的一个车款 目前来看好像 它的CP值是不是最高的 对 它的入手门槛是不是算是最低的 对 然后它又可以获得多样化的一些原件配件 不管是舒适型的配备 或是豪华型的配备 或是享受型的配备 刚刚David跟我们讲说什么 可能未来国产化的XL 是所谓没有天窗的 没有全景天窗这样的配备 对不对 然后荧幕它有说 它是说小没有关系好用就好 它已经跟我们确认就是 国产的XL是小荧幕是吧 也不一定 没有 我们只是在车而已 你刚刚明明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没关系 到时候看国产的XL 都是它 荧幕是大或是小 但是我们刚刚讲这一些东西 MG的HS其实通通都有 所以也就是说 你该有的动力 该有的油耗的表现 你该有的安全配备 以外它其实豪华型的配备 也通通都有 我曾经讲过 MG HHS目前有三个车款 其他三个车款只是动力的来源不同 而它这三个车款 通通都是属于顶规型的旗舰等级的 这些配备 90万一个大天窗 那另外再来看到是Honda的CRV 这个CRV很恐怖 旧款 应该都现行款了 现行款 是 现行款 所以其实消费者 为什么我会先提到MGS的CP值 跟它入手的清明程度 因为消费者是很清楚的 我要买的一款车子 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动力 税金 油耗 空间的表现 甚至在价格上面 你走进展示的时候就说 这个 小李啊 对不对 现在你告诉我一下 你们现在CRV卖多少钱 你们现在不是有最新的吗 对 现在最新的要去多少 说 好像预售价 听起来差六万 我当然也买这个 对 而且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有的 而且我不用买新的 要要等 然后新的有没有问题也不知道 很多人会这样想 所以 一直以来 它都能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状态 那KUGA当然是比较可惜 我们刚刚讲 它面临的这个产品更迭的一个时程 所以现在大家有一些些期待值在它身上 其实应该不应该讲一些些 这个期待值其实还非常非常的大 那KUGA的TUSAN L 我去试过车了嘛 刚刚大家也看到我们在开的时候 觉得它是动力的输出非常的足够 那主安的配备也好 尤其是现在的韩国的车型 基本上它的配备也是给好给满 给的相当的有诚意 没错 那另外呢 以我们刚刚试的这个TUSAN的TURBO HYBRY 来说 它会变成它这个TUSAN L 车系里面的最顶规的车款 所以价格也一路拉抬上来 到了这个120万的这个门槛 所以以后慢慢的 关于我们不能再讲 百万级的 这个热门的紧凑型的 这中型SUV的这个比较 我们要讲百二万级距 起跳吗 对 百二万级距的这样才能来去做比较 另外呢 比较有趣的是Mitsubishi Outland 这个车已经老到不能再老了 这也不出新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到底是 它是还想不想继续在卖 他想成就它吧 看起来它有在卖 卖了212辆 但是另外我们再看看 这个叫做第六一位的视频上的XL 是旧款的车型 所以说现在虽然它推出的是 卖的是进口的 这个E-POWER的车型 但它其实 在旧款的国产车型 它依然有在线贩售 那也交出了143辆的成绩 就如同David哥刚刚讲的 其实未来国产化的大改款的XL 它有的一些配备 是其实也承袭下来是 现行款的国产XL配备 然后冠影记得吗 刚刚David哥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它的一些安全配备 甚至是在集聚里面 唯一只有它才有 这种很高阶的配备 所以以消费者的眼睛来讲 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花了钱 要买什么样的东西 买什么样的产品能够满足 他们的需求 那艾大你分析一下 如果接下来有些大改款 有些新车加入之后 这个战局会不会改变呢 这个战局 国产啊 你觉得谁可能会要上这个第一名呢 我认为CRV会守住这个王者的宝座 那KUGA的新车型推出之后 要跟MG来做一个这个抗衡 因为其实MG啊 影响了KUGA的销售数量 但是说实在MG现在产能全开之后呢 它的交车期已经缩短了 缩短相对而言 就是它手上握有的代交订单变少 变少 没错 变少了 所以它能不能够再守住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要看KUGA表现如何 在KUGA表现如何 那这是第一梯队 这是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呢 则是TUSSAN L跟NISSAN X-TRAIL 国产化的车型 因为说实在的 它们实在是太久太慢拖太久 说实在的这个车型 以NISSAN X-TRAIL 它的这个受欢迎的程度 或者是它的新产品的科技面向 跟它的空间表现 甚至它的数量是要加一个零都不为过的 也就是说 NISSAN X-TRAIL能不能够一口气冲到第一梯队 就是要在千台的销售数量 我觉得它还有需要有一点点努力的空间 但是其实对它来说 并不难 真的是并不难 那这个车再不吹成初心的话 它我觉得它也不必卖 真的它也不必卖 所以其他车都比它好太多了 没错 用价格策略一路的降价一路的折让 然后销售 削弱它之前中程消费者的一个这个肯定度 我觉得这对于品牌本身来说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 是蛮可惜的 好 谢谢爱大帮我们分析 如果你真的在关注国产的休旅车的话 这些提供给大家最新的资讯 那刚刚有讲到MG HS 下来就是在这个急剧里面 它是一匹大黑马 MG首都导入台湾之后 第一款就是HS 但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马路上竟然有一款测试车 它就大辣辣的 完全没有伪装 就在那边跑来跑去 它是谁呢 它就是MG的第二款新车 那这第二款新车 它是什么样的定位呢 其实MG在这个今年三月 在发表这个HS2.0车型的时候 那时候同场就有预告 就是说MG预计在今年的第三季 会发表一款就是所谓的 这个主流急剧的全新车款 那何谓主流急剧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目前台湾市场 卖的最好的当然就是中型SUV 那卖的次好的所谓的这个主流急剧 就是所谓的这种比较中小型 对 CUV的跨界休旅车 那目前快速休旅车卖的 主要比较好的几台又有 譬如说像你上Kix 或者是Honda的这个HRV 或是Honda的Menu这些 那你说Cora Cross 对或者是Cora Cross 这些都沾得到边 那这台就是MG预计要推出的 在ZS呢 它其实呢 这几年跟这个HS 这两台车在欧洲都是销售表现 相当突出的这个车款 也是MG就是目前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中国 以外的这个海外市场 卖的最好的两款车 那在ZS呢 它其实它的这个车身尺码 就是跟我刚才提到那些 CUV其实是接近的 它的车长大概是4米3左右 那轴距是不到2.6米 所以说就是跟这个Kix HRV这些差不多 那主要就是说它的这个动力系统 那我们也推估说 就是它这台车之后 引进台湾的时候 它会搭载这个1.5升 然后四缸自然进气的引力 所以就是说 跟这些我们刚刚讲的 Kix啊 HRV这些差不多 但最重要我觉得就是售价部分 像Kix跟HRV 它在目前在国内的售价 都是突破80万元 甚至像HRV已经89.9万元 已经接近90万元了 那如果说呢 这个ZS它跟这个HS一样 就采用这种比较 破盘价 对高CP值破坏性的这个价格来说 相信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 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那除了这台1.5升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说因为ZS呢 在国外是有推出这个纯电车型 对有纯电 叫做ZS的EV 那这个ZS EV呢 我是预估说 不会说跟这台汽油车型同时推出 那也有可能就是说 譬如说在今年第四季 甚至明年呢 再会推出这台纯电车 可是呢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要让大家思考 就是说 因为MG呢 其实在去年 就是2022年 有推出一台尺码相近的电动车 叫做MG4 MG4的EV 它这台车呢 大概就是跟这个 就是它是那种 中型显辈车的尺寸 那之后呢 这个ZS它会推出EV车型 还是说干脆MG就推出 MG4 这台比较新世代电动车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 大家要观察看看的 M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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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5 MG4 MM4 M5 MG4 MG4 MG5 M8